心脏疾病排在国人十大死因的第二名 过去冠状动脉摄影碍于解析度的限制 很多诊断都相当的不足 严此台中市的风源医院就引进3D冠状动脉光学 同调断层扫描影像系统 比传统高出了100倍的解析度 更能提早侦测到不稳定的型板块 预防心肌梗塞发生 这叫脂肪的如何这样子 脂肪的高照这样子 在医生的说明下一幕画面清楚地显示 病患心脏支架摆放的位置 这是风源医院印进的最新型3D冠状动脉光学同调断层扫描影像系统 能让心脏科医是有清晰的3D血管影像诊断 手术变得更加精准 所谓的OCT的话 它解决是更好 然后它透过它软体的分析 速度更快这样子 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去判断 我们这个所要放的一些支架的一些长度啊 然后做完支架之后呢 去评估说支架的贴壁程度 速度会比较快这样子 旧型与心型的仪器比对下 心型的OCT高出了100倍的解析度 更从黑白要生成彩色的画面 根据统计 心脏疾病一直是国人十大死因的第二位 在过去的治疗当中 青刀罐所用的冠状动脉摄影碍于解析度的限制 对于狭窄段落支架致放的大小都相当不足 而这次风云医院引记3D OCT 结合原有的冠状动脉摄影 除了将血管变成3D外 更成了手术中的最佳利器 更重要的是 还能提前侦测到不稳定型斑块 照出心肌梗塞可能发生的位置 有时候我们血管摄影的话 看起来的话这个血管狭窄可能不厉害 可能是20-30%的狭窄 或者是说看起来完全是正常的也有可能 那但是呢 你做OCT的话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血管内壁是不是真的完全是健康的 那再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说 有一些这个造成我们血管 一个周创动漫硬化这个斑块呢 是不是已经有一些比较高度 一些像纤维 这个Fibroscap比较薄 小于65μm容易破裂 透过去理医疗设备提升 即使替病患找出病因 不仅能够救回一条生命 更减少手术过程引发的并发症